你这几天累坏了吧 回镇上以后 确实很少经历这么大强度的工作 只有你们总在替人们服装协训 不了工作了 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 你这最近熬得这么累了 怎么还费心想这事呢 我又不在意了 是我想送你的 我看看 回去再看 有点简陋 干吗这么神秘 不过只要是你送的 我都写过你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跟你在一起时间 我都非常有情绪的 甚至有时候还挺清醒 自己什么都不求 也什么都不怕 那现在呢 多了点怕 怕什么 怕孤独中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到底怎么了 你别让我担心 林奶奶的医院给我打电话了 我得去一趟 我陪你去 林奶奶不希望任何人知道 林奶奶不希望任何人知道 我们得尊重她 我们得尊重她 你怎么办 我也是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不是要 我不是想要 你怎么办 我不是想要 我不是要 你为什么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在呢 多了点怕 怕什么 怕孤独中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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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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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